清华一个学子都会向往的顶级学府 而清华博士更是令人惊现 古往今来 多少学子梦寐以求 渴望在清华就读 可是十三年前 却有一清华博士生 不顾眼前下跪苦求的父母 执意剃度出家皈依佛门 他是谁 为何他要走上佛学这条路 如今他生活得怎么样 本期《罪人物解读》就为大家讲述 皈依佛门清华博士生 张清光1980年出生于河南商丘渝城县 家中世代是农民 可谓是寒门贵子 从小的张清光就和普通孩子不一样 刻苦聪慧 记忆力超群 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家中一直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 高考时 他也不负众望 考出了好成绩 并且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 这一年 张清光和他的父亲 第一次来到了大城市 见识到了大城市的繁华 父亲临走前 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 只有读书 才是他出人头地的唯一办法 张清光不负众望 在学校里刻苦专研 除了学习 他和周围同学的生活水平差距太大 他的内心充满了自卑 他只能通过学习来缓解心中的苦闷 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清光在校期间得到了清华大学朔博联读的机会 这对于张清光的老家人来说 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在朋友的建议下 张清光接触到了佛学 他从这里得到了理解和救赎 当时 张清光还有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苦苦哀求张清光考虑清楚 张清光却态度坚决 一定要出家皈依佛门 于是 在张清光博士毕业后工作不久 他就在北京西山凤凰岭山脚下的龙泉寺出家 这个消息疯一样地传到了张清光父母的耳朵里 种了大半辈子地的张清光父母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从来没有让人操心过的儿子 会做出这么一个惊待众人的决定 他们老两口不顾一切地赶到北京 试图打消儿子出家的念头 为此 张清光的父母甚至向着自己的儿子下跪 希望儿子像个正常人一样回到社会上来 可是张清光早就有了自己的决定 而且十分坚决 谁也说不动他 哪怕是面对父母的苦苦哀求 他也表现得很是冷漠 最终 张清光还是在2008年选择在龙泉寺出家 成为了一名僧人 对于他的这个选择 不仅令父母伤心欲绝 也让整个社会陷入了热意之中 许多人认为张清光浪费了教育资源 没有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清光在寺庙的称号是贤清法师 他在寺院里发光发热 不仅他自己得到了解脱 也将龙泉寺的管理水平提高了 龙泉寺因他名声大噪 值得一提的是 贤清法师所在的龙泉寺 堪称中国学历最高的寺庙 步伐北大 中科大的高材生 贤清法师利用新媒体力量来影响大众 劝导人们向善行善 他时常会出入国学讲座 为向往经学人们进行解读 时隔多年 张清光的父母早已坦然接受 儿子出家的事实 他们也时常去寺院看望贤清法师 感受佛学的力量 贤清法师也用自己的力量 表明金字在哪都会发光的 十三年过去了 贤清法师生活的到底怎么样了 据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贤清法师已经还俗 而在还俗之后 他并没有使用本名张清光 而是改名张鼠中继续投身于 博学和佛学传播中去 完成了出世再入世的修行 事实上 贤清法师作为一个清华博士 他依旧在佛学中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张清光是勇敢的 他虽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依然勇敢而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 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人在世一辈子 有多少人可以遵从内心